和大家將會介紹的兩個tweet 都是來自八月玲瓏 不過這個第一個 一會兒會做第二條 講第二個 基本上我是讀他的tweet 就說在什麼的奇女子 現在營國網上見到一個 能夠等到美國的財政部長耶倫 多次與他進行 含媽量極高的通電 亦都迫使法國人不看面 直到說 將你拉出來的東西 翻回來清乾淨 原因是什麼呢 在瑞信事件 Credit Suzy事件之中 能夠一夜之間 將整個瑞士百年國運 斬盡殺絕 迫到大壓資本連夜出逃 還引起全球投資人聯合 要起訴瑞士政府 這就是剛剛上任 不夠三個月的瑞士新財長 卡林愛勒沙特 這位 他讀什麼呢 肯定不是讀經濟起家 看看他讀什麼 這個可以一己之力 在一個星期之內 粉碎瑞士國運的瑞士財政部長 上任之前根本沒有任何金融業的相關經驗 亦都沒有財政方面的執政經驗 大學讀什麼 語言文學 說讀language 從後就從政後面 後就由區議員到聯邦 做過議長 司法和警察部長 不過呢 哎呀慘了 這兩個職位 很快都被人在隊都要走為止 三個月之前 在選民和聯邦議會的支持之下 直接跳到做了財政部長 上任五個三個月 新到的連百度辭條都沒有時間來改 他已經完成了對瑞士本國的 各本的拆遷工作 最近把瑞士銀行的金字招牌打爛了 瑞銀三十億收購瑞信事件 他就是這個神級操盤手 關於這個姐姐 如何將一件金融危機事件 變成了國運災難事件 就要由瑞士銀行 到底是什麼說起了 瑞士銀行 因為流動性的危機 就比起 挖谷銀行或直谷銀行 暴雷得更加大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 約升為高盛 摩根士丹利 摩根大通 巴克雷資本 美銀美林 瑞士銀行 德爾戰銀行 和花旗銀行等等 並列的投資界巨頭 靠瑞士絕對的中立地位 和保密條款 瑞士銀行 吸引全球各種存款 相當大部份是 說不明白的錢 這些錢 給瑞信提供了優良的流通性 雖然越是金融危機 世界各地的避險資金 更加喜歡瑞士這裏 但是這個中立和金融隱私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 都保護著 成為瑞士立國資本 但是瑞士政府 連續性的操作 放棄了中立 以及公開了 存戶信息 還沒收了存戶的存款 這個可以說是瑞信崩盤的起點 信譽崩了 存款當然是崩了 去到去年5月份開始 瑞信經營的資產 一直從三萬多億美元 一直跌到得回五千八百億 不見了二萬四千多億 直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欺責盟友在瑞信發布財政報告前一日 對瑞信的現金 流量表提出了公開質疑 還不死 被美國 堵了一刀 瑞士人為了美國 連自己國運都不要了 結果 竟然被美國反手 捅了一刀 然後迎來大劑堤 瑞信倒了 瑞士央行為了瑞信提供了 將近五百億的無限度融資 認真做一做 信譽和中東的討好 好好談一談 大眼都沒得救了 這個奇女子 這個薩德 可能認為正在按照正常流程救瑞信 瑞信不足以顯示自己的神母 亦不足以賭上對於自己金融小白身份的質疑 於是第一波操作就開始了 瑞信收到五百億的流動性注入之後 三天之後正流出三百五十億瑞士法郎的存款 但瑞士政府並沒有選擇收復信用 出台政策平穩恐慌 反而這個奇女子一通電話 將瑞士銀行和瑞信銀行 雙方的高管都叫在一起 通知了自己的決定 要求瑞士銀行收購瑞信銀行 雙方一聽 都嚇怕了 說我們兩邊都沒有收購和被收購的意願 兩邊都沒有收購和被收購的意願嗎? 這個事情是可以談的 一定要談 但瑞德一句說 你們不願意沒有關係 你們就照著我這樣做吧 會議當場 這個奇女子直接劃出價值 統計一個無線 按三十億計算 這樣就算決定了 於是雙方都麻煩 對了 瑞銀說我拿三十億 收購瑞信 然後還要幫他還三百億的虧空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瑞信說 我是世界頂級的投資銀行 只是管理服務費都不止這個價 我這個億萬身價 你說這樣算就搶走? 於是雙方都不願意 於是這個奇女子竟然當場 出了一件 她寫作 驚天day 一鬼神的壯舉 臨時改發 嘩 臨時改發 瑞市政府當場把法律修改 變成了公司之間的收購行為 可以由政府直接指定 不需要本公司 股東同意 這一下 不要說瑞銀 瑞信 全世界的企業 嘩 我公司 賣不賣 賣給誰 多少錢賣 在瑞士的地方上面 自己說的不算數 瑞士政府說的要你賣就賣 你不賣都不行 要賣多少錢就多少錢 這個名腸都沒有這樣 美國收俄羅斯資產 好大都要給一個理由 瑞士金融界的信譽 連同其他行業的信譽 一次過坎坎 打爛了 用交稅撤也撤不回 誰敢把錢放在瑞士呢 於是擠提潮更加洶湧 直接的反應就是 全府保證金 迅速見底 但其女子的思想真是神奇 存款保證金沒有了嗎 這樣 就沒有收其他資產 那就沒收其他資產 於是 他大手一揮 用於支付存款保證金的160億 AT1債券瞬間清零 所有AT1債券 一律五英 慘了五英 什麼叫做 AT1債券 AT1債券的特點就是安全 這債券用最高級優先償付權利 也就是說 正常情況下 任何公司破產 清算出來的 只剩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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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第一時間補償AT1債券所有人 剩下的才分給普通股東 這一下 將這個AT1 減機清零之後 優先賠償權 給了瑞信股東 也就是說 通過改變法律 搶劫了全世界範圍入面 瑞信銀行的AT1債券人 然後又拿搶來的錢 就拿來搶 再搶瑞信 這一套無本 白手套牢 無本買賣 做下來 震驚全世界所有銀行的AT1債券人 瑞士能夠這樣公開搶劫瑞信 AT1債券人 其他國家會不會有樣貌呢 不止在瑞士的存款 買的債沒有一分錢是安全的 如果其他銀行跟著這樣做的話 全世界沒有一家銀行的存款和債券是安全的 法國、德國、美國、英國、意大利 就算是香港的AT1債券 全部 全部塌了 各各 都連夜發表 通知 撇清關係 說這是瑞銀銀行 減記 的AT1 是瑞士自身行為 不具有任何代表性 我們 還會守法的 是會對匯的 總之一句話 瑞士就是瑞士 我們是我們 我們跟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 這樣說起初 發國佬那句 快點把你拉出來的東西 抹乾淨 這個說話出來 一個國土面積 都不夠河南 四分之一大 又沒有礦藏 又沒有發達的工業 系統 還在四箭之地 大遠小國 能夠 成為發達國家行列 並且富貴百年 依托在銀行業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資金 願意把錢 放在瑞士 因為瑞士 保密 和中立 但現在瑞士 既不保密 又不中立 而且 搶劫人 上來了 銀行信譽 和安全性 全面崩塌 比起瑞銀破產 造成的後果 可怕千百倍 可以說 瑞士各本 一夜之間 被敗了 乾乾淨淨 而這一系列的操作 背後操刀人 就是這個奇女子 一個毫無金融 經驗的人 硬是在沒有任何過渡 或者基層鍛鍊的情況之下 直接 就被人推上來 財政部長的位置上 掌管瑞士各運 西方民主 在某個方面 真是令人 誓思 恐懼 恐懼 之級別 對於這些政客 自覺資本 竟然是一本 吊師心理學 只有粉絲 能讓人 被你投票 你甚至 不輸入任何 政治經驗 就能夠成為 一國元首 一切加有可能 加有可能 真是慘 搞文學的 這位蝕總 搞表演的司機 玩網步的村總 這個真是瘋狂的 網紅政治時代 西方民主的大船 飄在大洋之上 而掌陀之人 可以連 小河溝都未見過的網紅 但現在 這個不是 圓橫 只要有選票 就能夠將民族國魂 託負於棄子之手 如果中國的領導人 自覺施政 靠微博 外交不缺 不斷問百度 內政不斷問天涯 軍政不斷問抖音 財政問知乎 這樣就慘了 就問 古往今來 還有哪些 更加嚇死人的事 這篇文章寫得不錯